我生活當中的很多很多的經驗才會讓我變成這樣的 快玩快玩快打快打 欸真錄還不錯欸 他有電影上次的快叫姐姐去看 正在學習戲劇教育及戲劇製作的遺文 在進行一人一故事劇場的相關論文研究 因為研究的需要因此創立了奇異果劇團 並邀請余真老師擔任劇團的指導老師 在那個過程當中就很在想說到底要稱呼什麼 那那個時候就突然我是真的有一個想法就是 奇異果它本來就是一個怪來的食物 然後它長的那個樣子就是怪怪的 長了毛的 可是它其實是很裡頭 你要開了以後裡面才會知道它是有些營養 有好多的好吃的那個味道 然後它是一個很精彩的 然後這是一個 然後它又叫做奇異果 它本身基本上精神 失去者他們當事者他們都會被人家說愛的外觀 一人一故事劇場是即興與民眾互動的劇場形式 由主持人引導讓觀眾主動分享故事或者是心情 演員和樂師即興的運用肢體與重複的台詞 演出故事中的細節 並將表演回送給說故事的觀眾 所以從那個部分到我第一次接觸到第一眼的故事劇場的時候 我就大為驚豔 原來可以講真話 然後可以互相的傾聽 原來大家生活裡頭是有煩惱的 我在這邊可以一直笑一直笑一直笑 然後也沒有人覺得我很奇怪的 可是如果是在外面或家庭 那外面的人跟家人會覺得我很奇怪 宜文也相信透過劇團的演出與練習 成員們都能夠漸漸地張開口表達與展現自己 只要他們能夠向大眾表達 觀眾也願意傾聽 就能夠拋開身上負面的標籤 成員